NETFLIX火热韩剧《黑暗荣耀》近期上映第二部 剧中霸凌五人帮中由林志妍饰演的罪恶女 普贤正 尖酸刻薄又疯癫的演技总让人不寒而栗 恶毒女人演技也让人看了气得牙痒痒 她的演技实力引起观众热烈讨论 其实林志妍早在电影《人间中毒》一托成名 她也在不少火热戏剧中担任药角 带你一起更深入认识她吧 虽然林志妍在《黑暗荣耀》中饰演的邪恶形象太过真实 在反派演技上看起来相当熟悉 已经出道十年的她有过不少演出经验 但其实这是她第一次饰演反派 逼真的演技让人惊艳不已 甚至有入戏过深的观众 直接祭奠卷棒给林志妍 林志妍幼时家境非常贫困 甚至连学费都难以负担 但她不放弃 努力考上了艺术综合大学画剧学院戏剧系 在进入演艺圈后视镜屡战屡败 但之后的一部限制及电影《人间中毒》一托成名 2014年林志妍和宋陈县合作 演出她的第二部电影《人间中毒》 这是不以战争为背景的限制及电影 剧中林志妍饰演出鬼人妻 从车上到床上 火辣床戏激情到让人不敢直视 但这一拖让她获得了相当大的关注度 床戏表现生动又精彩被誉为寒板汤围 更拿下辅日映画赏的新人女子演技奖 和大中奖的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除了《人间中毒》 她也在度出演极具话题的限制及电影《奸臣》 《色又天下》 并在电影中饰演女主角丹西 还在火热剧纸房子韩国片演出首尔 《黑暗荣耀》的普贤症 更是让她国际知名度大开 林志妍在《黑暗荣耀》剧中 遭到妈妈尹多金红莺碍事 被判交出高中姓名名牌 最后两人都因作恶多端进了监狱 但在现实生活中 林志妍和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她曾说过 有什么好事我都会第一个跟妈妈分享 有什么烦恼我也会跟她请教 林志妍私下超爱运动 爬山、健身、潜水、皮拉提斯等 她在IG上也分享了很多潜水的照片和影片 平时林志妍也会花一至两小时练习皮拉提斯 并且固定到健身房报道 她表示特别喜欢运动完 全身爆汗的感觉 仿佛全身都被进化了 运动中专注的过程不仅锻炼身体 更帮助我缓解压力 改变心情 而她也分享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是果冻 林志妍的保养步骤很简单 因为是敏感肤质担心会过敏 仅有化妆水、精华和乳液双三个步骤 以不超过三种保养品的减法保养 减轻肌肤负担 林志妍也会一周去角质一到两次 替肌肤深层清洁 去除老肺角质 后续保养品也会更好吸收 林志妍每天也会喝一杯泡水的维他命C发泡定 来维持体力和抵抗力 也会勤劳补充综合矿物质 综合维他命核心 她也会把高丽菜、花椰菜、柿子、红萝卜、苹果和香蕉等打在一起喝 达到消水肿的效果